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到了年尾節日期間 對於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一段歡樂放鬆的時光 但就有調查顯示 過半數加拿大人表示 在節日期間感到焦慮、抑鬱及孤立 究竟節日壓力來源來自哪裡? 又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緩解? 在今天的健康原理 我們請來註冊臨床心理輔導員 為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隨著假期越來越近 註冊臨床心理輔導員Veronica Lee表示 前來診所尋求幫助的人 亦比往上明顯增多 對於完美節假日的期待 財務緊張、工作增多 家人不在身邊或與家人關係緊張等等 都有可能成為節假日壓力的來源 而很多人都沒有察覺自己的精神健康 已經受到了影響 更有甚者會自我批評難以靜坐、睡不著覺 因為大腦一直在運轉 Lee表示 識別到自己的變化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 知道有這些情緒都是很正常 不需要責怪自己 給自己好像給朋友一樣的同理心 當感到失落、沮喪的時候 可以寫日記抒發自己的情緒 亦都要懂得向外界尋求幫助和支持 除了可以和信任的家人和朋友傾訴之外 亦都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小組 一起去做一些喜歡的活動 又或者找心理輔導 而見到朋友或者家人的情緒 可能出現異常的時候 亦都應該及時提供支持 在節假日期間 不同性格的人共聚一堂 衝突和不同意見在所難免 而Lee就鼓勵大家 對於不同意見要多點溝通 而對於一些可能會冒犯親友的情況 就需要設立界線 對於節日期間慶祝會有負罪感 這表示人類的情緒很複雜 悲傷和快樂可以共存 並不一定要滿足別人的期待 可以選擇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敬意 並沒有規定節日需要如何度過 因而無需感到內疚 今晚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裏 現在將時間交給許家文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